第十六题 它给了我们汽水、啤酒跟果汁的密度 同时呢给了我们甲乙饼三个东西的体积跟质量的关系图 想问我们说甲乙饼的各代表是什么样的饮料 那我们在前面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 我们图形笔大小就是直划一刀或者是横划一刀 那我们这题如果把它横划一刀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体积是一样的 可是甲的呢的质量是最小 而呢饼的质量是最大 根据我们的公式D等于V分之M 密度是质量跟体积的比 如果我们的体积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质量如果越大 我们的密度呢就会越大 所以呢饼的质量最大 所以饼的密度最大 我们看到前面的表格里面 我们知道密度最大的是果汁 所以呢饼就是果汁 那么甲的密质量最小 所以它的密度最小 然后从给的条件里面 我们知道密度最小的呢 应该是所谓的啤酒 所以呢甲就是所谓的啤酒 那么饼就是所谓的果汁 所以呢我们的乙呢 就是所谓的汽水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C 甲是啤酒 乙是汽水 饼为果汁 这就是我们第16题的答案